好的,我们接着上一期继续来做这个实例 上期我们做到这么一个色块 然后我们可以拖动它 但是拖动它之后再松开它并没有任何反应 拖动的过程中别的色块也没有让开它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次实现这个功能的代码 我们这儿有一些boxes 是一个list of widget 然后我们这儿有五个box box是我们自己写的一个staylist 然后我们要给它传颜色 用了五种不同样子的蓝色 然后也给它传了一个unique key 对吧 然后下面我们这边有个shuffle shuffle就是按下这个按钮之后的功能 按了之后我们就直接用sistate 然后说这个box shuffle 所有的list都有这个shuffle这个功能 可以把它们随机打断顺序 接下来我们这边body部分有这么一个roll 就是水平方向放置它的位置 我们说chujan就是前面说的五个boxes 然后按下这个按钮之后就可以shuffle 这个tool tip是刚开始删掉 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thebox 就是一个staylist 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widget 你们用到了dragable dragable我们说了有三个不同的参数 对吧 对 分别对应它平常写是什么样 你拖着它的时候写是什么样 还有拖着它时候那边留下来的余流 是什么样 这是余流 我们就要它一个没有颜色 对吧 对 这么做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ro显然不是很方便 让我们去控制它每一个车转它的位置 对吧 每个child的位置 我们给它五个 它就顺着把它放下来 对吧 那如果我们让它们比如说让这里头 让它怎么调换顺序或者什么的话 也很难想象它这个ro能帮助我们做到什么动画效果 因为它就是你给它五个嘛 那你给它一二三四五 还是给它一二四五三 那它也就是直接画出来 对吧 我们需要的是这么一个互相移动的一个效果 对吧 对 那我们就不能用ro了 可能用什么 那比如说我们简单的来讲 我们就用stack stack是把这一个个widget把它一个个叠加在一起的 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你看到就把这五个东西叠到一起去了 就看不到这里面继续有五层 ok 那我们怎么办呢 就把这个这外头就box的最外头 给它包上一个叫做position position这个widget的作用就是在stack里面决定 它需要摆放的位置对齐方式 比如说我们把它top设置一个50 然后left设置一个50的话 它就会在这个5050的一个位置对齐 然后就看一下 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把top比如说设成200 它就会下来 然后这left如果是50 如果改成100呢 它就会这样子 那这样子写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在这个position前面 可以直接加上animate 把它叠成一个影视动画 对这个影视动画不了解的 可以看我们关于动画的那一系列教程 那影视动画就非常简单 对吧 在前面加上一个duration 比如说我们说一秒钟 这样就做完了 对吧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把这个left 从100调成200 我们可以看到它自动就做出了一个动画效果 再调回100 或者是150 这样就一个动画效果了 嗯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呢 就针对这五个方框 给它传不同的left进来 对吧 对 所以left我们就需要它传进来 那我们就说final double 对吧 其实top我们也让它传进来算了 所以就xy两个对吧 那这边我们可以说 我们需要它传一个x 好这边需要传个y 那top应该是y对吧 那left的才是x 它可以交换一下顺序 好 上面我们用它的时候呢 我们这就可以揣 对吧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写 比如说50 200对吧 这是x和y吧好像 那我们来写 像50200 对吧 那运行一下没有什么区别 50100 150 200和250 这样子我们再从头开始运行 好应该就能看出这样的效果了 接下来我们 当然不能真的在这直接写这个数字了 对吧 我们还是应该用程序来生成这个数字 然后在运行的时候 还是可以想象是需要改这个数字的吧 嗯 那我们这个boxes 就不要叫boxes了 我们直接叫它colors 这样我们就只保留这个颜色 就不做这个vidget 好吧 这部分给删掉 然后把后面的东西给删掉 这样呢 我们就有一系列colors 对吧 这边呢 shuffle 就是给它打断顺序的时候 我们只要把colors shuffle了就一样了 嗯 接下来在这个stack这边呢 我们需要把它变成一个个vidget 对吧 比较能够想到的方法 最简单就是用map 对吧 当然这样直接把它map 就可以把它map成一个个vidget 对吧 可是map有个缺点 就是map呢 不太容易分得清这是第几个元素 而我们呢 是它的 刚才我们看它的x 是需要给它改的 对吧 0 50 100 150 200那样子 所以说我们是需要知道有它这个index 这个概念 所以这边呢 就不适合用map 我们就用另一种方法 叫list.generate 这样的话呢 就是它会自动生成一个 这么长的一个list 对吧 那我们需要它长度呢 就是colors的 长度 的length 对 index 这边呢 每次生成呢 我们就需要它return 按照我们做的这么一个box 对不对 这边index它长 我一般喜欢 就直接写i box这边呢 我们需要colors 对吧 colors的话就是 这个colors的i 对吧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什么来着 x x x的话就是我们的i乘以50 比如说 对吧 那接下来的y y我们就说200吧 这样的话它有一定的高度 不会把东西都放在最上 不容易看见 再接下来呢 就是要的key 对吧 我们刚才在上面呢 用了uniquekey 我们也继续用uniquekey 这边这个乘以50 点0 它像个double的样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刚刚已经看到了 对吧 这边呢当我按下这个随机打乱呢 它会随机打算顺序 对吧 这边的uniquekey呢 有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这个build函数 每一帧被重新build的时候呢 这uniquekey前面 其实是帮你自动写了一个new 对吧 所以说每次的key呢 都和上次不一样 所以状态就会丢掉 但这里头有什么状态呢 它看起来是个stayless 对吧 但它还是有状态的 因为我们这边用了animated position 它动画呢是需要内部有个状态 才能帮你完成动画效果的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不要用uniquekey 如果用你uniquekey的话呢 就需要把它写到顶上去 才可以 那这边不用uniquekey呢 比较合适的key是什么呢 valuekey 对 valuekey valuekey呢 它需要传一个东西给它 那这东西呢 能够作为它的ID 作为它的识别码 我们这边什么东西 可以作为它的识别码呢 Color 对 它这边的识别码是color 对吧 Color i 对吧 那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这时候我们再按下这个shuffle 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动画效果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稍微完善一下这边的代码 比如这个50是吧 是哪来的呢 其实就是这边的widthheight来的50 对吧 但是我们这样的hardcode不太好嘛 我们就把它 比如说提出来吧 我们可以在这顶上写个staticConst 比如说width等于50 然后呢 我们可以说height也等于50 对吧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替换 对吧 这边width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width height就可以用height 对吧 这应该是50点0 height也是点0 好 我们运行过去 再把这个比如说改一下 我们把高度改成150 就可以看出效果了 嗯 但是这中间我们最好还是 能稍微留点缝隙 对吧 所以我们再来设置一个 比如说margin 对吧 我们就说了2.0 就比较小 那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需要它留白嘛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把width和height 减掉这个margin 这样就可以留白了 对吧 准确的说是要减掉两倍的margin 因为左右和上下都要留这个 类似的操作 这个复制一下 那接下来上面呢 我们就可以说它是boxed width 对吧 好 这样呢我们把这个box的稍微改粗一点 比如说改成60 或者再改成原来的50 就可以看到这个 所有的计算都是正确的 嗯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按下这个很浅的这个 我们把它拖动 对吧 剩下的就要让它 或者我拖动这个最后一块 那剩下的呢也需要让开 那为了实现这个效果呢 那我们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要搞清楚 是哪一个色块在被拖转 嗯 对吧 那在被拖转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 Dragable它有一个回传 叫做I'll drag started 有这么一个回传 这是当我们开始按下去了之后呢 给我们的这么一个事件 嗯 但在我们这个程序里呢 真正需要关心被按下去的呢 并不是box的这个widget 而是外头这个widget 对吧 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搞清楚 到底是哪一个嘛 但每个box是没有这个五个box的概念 它每个box只管好自己 对吧 所以我们呢就需要把这个回传呢 把它弄到顶上去才行 那怎么弄到顶上去呢 就可以把这个回传参数 要求它传进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让它再传进来一个lamb 对吧 比如说final function 然后我们跟它说 这是比如说我们叫on drag吧 那这边呢 我们也要它传进来这个function 对吧 this.on drag 好 这样呢当它传进来这个function 就是this.on drag on drag started 我们就让它来叫我们的这个on drag 这样的话呢 当它给我们传一个on drag 应该是这个位置吧 on drag 这样的一个lamb 我们发现这个事件的时候呢 就可以给它回传到上面去 在这边我们可以打听出来 然后等于说on drag 我们来试一下 按下它 这边就出现on drag 这边按下它也出现on drag 可是还是不知道是哪一个 对 还是分不清哪一个 对吧 而且每个人回来的回传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所以我们光回传这样的东西还是不够的 我们这里面刚才也说了 比较有标识性的东西呢 是它的color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回传的时候呢 可以让它把这个color回传给我们 那这样的话呢 当出现on drag start这个事件的时候呢 我们这样 叫外面的on drag 并且把它自己的color 传给我们 好 那这边呢 我们这个lambda呢 就会收到这么一个color 对吧 它是color type 我们来写写清楚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color 就得到了这个的颜色 好 如果再弄一个浅一点 它是个不一样的颜色 但是我们真正想要知道是什么012345那样的一个座位 好 怎么要得到呢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有一个这个colors 这么一个列表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说colors index of colors 就得到了它的index 对吧 好 我们这样就得到index 然后我们让它打印出来 我说index 好 这样这是第0个 对吧 我们按下它 这边就说 index 0 这最后一个 这边就写index 4 是 这样呢 就我们就能分得清是哪一个了 对吧 能分得清是哪一个之后呢 下一步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开始拖这个2 对吧 2 然后往这边拖了之后呢 拖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呢 这个2和3呢 就要换个位子 对吧 2和3能换位子 这怎么能做到这个呢 换位子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怎么去检测它 缠过去了 是比较难的一步 对吧 没关系 我们来就直接先来做一个假的 我们就说 当你开始拖的时候呢 我们等个一两秒钟 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2和3换位子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那样子 如果换的位子的话 是不是就能达到我们的效果了 好 所以说这边呢 index开始了之后 我们是打印出来 对吧 接着我们让它等个 比如说两秒钟吧 比如说future delayed duration 我们说两秒钟 对吧 两秒钟之后做什么呢 我们两秒钟之后呢 把这个第二个和第三个换个位子 好吧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color给换位子 对吧 就是把这个2和3 这是1 这是2 把这边呢 2和3换个位子 换位子呢 就很基本的算法了 首先我们存下 它其中的一个 比如说colors的2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2呢 等于它的3 然后呢 再把它的3 等于我们刚才存的 就是旧的2 对吧 这还是非常眼熟的东西吧 应该 好 我们来试一试 那我们开始拖动它 然后等个2秒钟 啊 并没有发生什么 这是为什么呢 sat state 对 我们忘记说sat state了 那我们在这边等下sat state 好 可以看到效果了 对吧 我们再来试一下 拖动它 1秒2秒 它就移过去了 感觉还可以 对吧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去真正的得到 我们现在正在拖了 这东西的位置 并且呢 在它过了某一个界线的时候呢 就跟下一个换位 对吧 怎么得到它现在的位置呢 在这个flutter里面 有一种办法 叫做listener 这个listener 这个也是个widget 因为flutter里面 绝大部分东西都是widget嘛 一切皆为widget 对吧 那我们把这个stack 就是最外层了 其实里面还有一个center 这个center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stack已经占满全屏了 可以看出来 center没有意义 我们再裹上一个 叫做listener 这名字呢就叫listener 监听者 好像没有更多信息 但实际上在flutter里面 这个listener这个widget 就是用来监听 这个触摸事件 或者是什么鼠标事件 如果你是做web的话 因为flutter什么都支持吧 对吧 那我们这边 比较感兴趣的东西呢 是叫做unpinter move unpinter move的时候呢 它肯定会给我们 什么detail之类的东西 叫event 对吧 pinter moveevent 会给我们这个一个事件 对吧 我们就直接把它打印出来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比如说 按住它开始拖动 可以看到下面打出了 很多很多的pinter moveevent 对吧 对 那你可以看到这event 它会其中有个叫position 这么一个属性 然后里头会有个offset 什么的 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x 对吧 因为y虽然我们可以移动这个y 但我们还是无所谓的 对吧 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的y有变化 但是我们最终关心的就是x嘛 所以我们来把这x的事件给提出来 对吧 final x等于event. 它说有个 它说有个叫position 对吧 所以position.ex 就是我们的x了 对吧 我们就不要它打印这个event 我们让它直接把x打出来吧 再来看一下 好 有没有自动滚 自动滚是这个 好 再拖一下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 它的x一直在有变化 对吧 越往里面越大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 就是还是在这个事件里 当我们检测到 它的x有足够大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移动 对吧 让它的x超过下一个 对吧 那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你自己是哪一个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按下按钮之后呢 我们有个on drag to 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这个给存下来 对吧 我们在顶部定义一个变量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叫它int slot 好吧 接下来呢 我们当你每次按下按钮 就是刚开始拖动的时候 就是这边 我们会知道index 对吧 我们把slot设成你的index 接下来呢 我们来考虑一下 我们先考虑 比如说开始往右拖动的情况 我们这边的拖动 是在这个on pointer move 我们打印出这个x 然后呢如果我们的x呢 超过我们现在的这个slot 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按下去的slot是2 对吧 那当我们的x超过下个slot 也就是3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2和3 互换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写if x大于我们这个slot加1 对吧 x大于slot加1 但是要注意 这边slot加1呢 只是12345 还很少 对吧 我们还要再乘以它这么一个宽度 是 宽度box.with 对吧 发生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需要把它互换了 对吧 叫slot和slot加1 就是它的下一个 要进行一个互换 互换的代码我们刚才这儿已经有了 两秒钟之后一个互换 对吧 我们把它复制上去 顺便把这两秒钟这个也可以删掉了 粘贴过来 那我们呢就不是2了 对吧 我们的2呢是slot 对吧 那这边的2也是slot 然后3呢其实就是 slot加1 对没错 3就是slot加1 好 那都做完了之后呢 它就可以把这两个给互换了 互换完之后呢 我们的slot也需要相应的往那边移以为 对吧 所以我们之后还可以说slot加加 好 我们来试着运行一下 好 我们比如说抓起这个 然后往右边移 好 然后呢再往右边移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吧 那再往左边移呢 就不行了 对吧 因为我们没有写往左边移的代码 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可以写个相应的代码 不过我们可以写elsef 对吧 怎么写呢 x小于slot 嗯 乘一个 bust of width 对吧 你这边为什么选择用slot没有选择用slot-1呢 那只要过它自己的 对 没错 你这是对的啊 就用slot就可以了 我一会可以带大家看一下用slot-1会有什么结果 但是你确实是嘛 slot加1和slot嘛 对吧 好 这边呢如果小于slot呢 那我们就需要还是互换嘛 对吧 那互换的时候这边呢就是-1 对吧 这边也是-1 最后呢slot-- 对吧 刷过去看一下效果 哎 可以看到效果了 往左 往右 都是ok的 对吧 那我刚才说的 如果我们把这呢变成slot-1 这边看的是slot加1嘛 可能觉得对应的是-1嘛 对吧 那-1呢就是需要再多跳一位 就需要比较远的位置 它才能开始动 对吧 所以呢这边直接写slot就好了 好 这时呢我们再一起把它重新运行一下 然后看一下效果 比如说我们先让它随机打乱对吧 然后我们拖着其中一个 然后呢往这边拖 再往这边拖 都是ok的 但是再往这拖呢 就会有一个越界的问题了 这越界的问题呢 主要是在于它如果是最后一个的话 我们这边呢就会有这么一个colors的slot加1 它不存在 所以说这边我们就要写 如果你已经是最后一个呢 就不需要去检查了 因为已经不能再向右了嘛 所以当我们再向右移动的时候 我们说if-slot- 如果我们是最后一个 那就是colors-length-1 对吧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直接return 相对应呢 在前面呢 如果我们已经是第一个元素的话 我们也就不需要再去检查了 所以这边我们也可以写 if-slot-0 你就直接return 好 再这样运行起来 应该就不会再用问题了 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报错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代码 首先呢这个动画效果呢虽然是挺好的 但是实在是有点太慢了 对吧 那我们可以把这动画时长给修改一下 那比如说这边我们把这个呢 调成100毫米 这样就快了10倍 我们来看一下 就感觉非常的流畅 大家在视频里面不知道会不会卡顿 因为视频的帧数有限嘛 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它美化一下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container加点修饰 好吧 那我们修饰可以用decoration 对吧 box decoration decoration不能和color并存嘛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比如说给它削一个边 变成一个圆边 圆边呢是用border radius border radius.circular 就是我们给它搞8.0 可以看一下效果 就做到这个圆边框的效果 对吧 但是圆边框呢我们一旦拖动起来 它就反而就变成不是圆边框了 这是因为我们这边的feedback 这里面没有改对吧 但如果我们都要改的话呢 有点太麻烦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ontainer呢给它提出来 我们可以说finalcontainer等于这个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child就可以直接把container传给它 feedback呢也是一样的 可以直接把container传给它 对吧 这childback dragon呢稍微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需要一个透明的 但是站的大小呢却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如果我们直接把container传给它呢 就会有个残影 你看 看见没有 对吧 这因为它不是透明的 我们需要把它做成一个透明的 比较简单的办法呢就是给它套上一个vidget 比如说visibility 然后我们直接说visible 就是一个不可见 看不到 但是都还是在哪 所以这样它就占了那样的位置 这样代码就简洁很多了 那在这期的最后呢 我们再来挖一个小坑 我们来试试看把这个改成一个竖着的 改成竖着的感觉应该比较简单吧 那毕竟我们这边啊 with height都已经是定义过的 对吧 我们先把它变成一个正号型 然后接着呢我们把它弄成竖的 对吧 我们是用stack做的 对不对 stack在哪来着 然后呢这边我们是传了一个x 传了一个y对吧 这个x和y这边参数有点太乱了 我们给它改成命名参数吧 我们给它加上这个大括号 这样呢传它之前就需要命名了 我们可以有这个convert to named parameter 这个功能 自动把我们convert一部分 不是太完善 onstack把我们做了 k也把我们做了 ok 那这样呢就稍微更可读一点 对吧 那我们要把它竖着 竖着的话呢就是x做标不要变 对吧 比如说x我们直接竖100 200 那y呢就需要变成原来x的那个样子了 对不对 那y呢刚开始不用 但是这边不是with 是height 对 它的高度 你可以看到它就变成竖着了 对吧 但我们这边按下这个suffet呢 它也仍然会帮我们洗牌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把这个宽度 给它稍微改宽一点 比如说改成250 对吧 这刚开始的这个我们可以少留一点 留个100 或者是留个70 好嘞 那感觉上好像这样就完事了 对吧 但实际上呢 它实际上呢这个drag 还不行 比如说当我拖动它的时候呢 它会掉下来 但是竖着是没有用的 那我们来修一下这边的drag 那drag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看它的dx了 对吧 我们要看它的dy 是吧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所有的x我们这里概名叫y 也差不多 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如果这边的y呢 大于slot加1它的这个height 对吧 高度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要干 这也是height 这样我们来从头运行一下 那我来 比如说 开始拖动它 你可以发现它 拖动的有点问题 是 比如说我来按住它 它过了好久才开始移动 那比如说再来拖动它 它一开始拖动 那个下面的就上了 这是为什么 这个呢 其实是因为这个上头有appbar 它帮你占了位置 而我们呢 是假设你从零开始的 那比如说我这把这个appbar呢 给去掉 对吧 对 好我们再来拖动它 你看到这样就好了 但我们总不能真的说 这个程序就只能这样写了吧 对吧 那我们还要把appbar弄回来 然后呢 甚至我们还会在这中间 也许还要再加点什么别的字 对吧 加点什么说明啊 什么怎么玩这个游戏 然后再把这个拖到下面来 那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就留到下一期 再来继续完善它 OK